这边可以设定30分钟 所以我一开了 要赶快离开 紫外线灯管亮起 能抑制病毒还有戏剧 台湾各大医院和医学中心 纷纷使用大型的紫外线杀菌机 减少院内交叉感染 而紫外线分成UVA UVB和UVC三种坡长 UVA穿透力最强 会导致皮肤晒黑和老化 UVB是造成皮肤晒伤的主要原因 至于UVC坡长最短 渗透力最差 可是伤害性却是最大 因此被用来杀菌 这家医疗器材公司 利用UVC短坡长特制灯管 模拟在病房 做大范围的效毒杀菌 检验试纸在紫外光照射下 逐渐变色 每一个人得到 叫他感染的几率 如果把这个成本省略下来的话 那像在台湾 一个人平均 大概可以节省15万 根据长庚大学 新兴病毒研究中心 所做的实验 利用紫外线灭菌机 在1.5公尺距离下 照射5分钟 10分钟和15分钟 H1N1 B型流感病毒 还有肠病毒71型 病毒活性会逐渐降低 只是紫外线面菌机台 并非毫无缺点 像是照不到的背面 还有凹凸不平的物件 就只能靠人力 还有他不能取代 我们例行的清洁 是因为他灯有直线的关系 只要在被阻挡光 不能达到的阴暗的阴面 只要是明显污染的地方 他只靠UV的话 那也是隔靴叫骚扬 尽管紫外光能够 有效抑制病毒 不过小型的紫外线灯 并不建议民众拿来使用 因为照射强度越弱 使用时间就得越长 而长时间曝露在紫外光下 皮肤癌和眼睛白内障的病变 也会随之而来 东森新闻林商与卢品龙 郑和明台北采访报道 等会儿 不得 Daisy 已经很久 Cast знаем 全部精神神帶 都没有't going 这个颜色 我们学 alguna Gruowan 中筶